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最近在黑色星期五购买了两个产品 一个是Elementor编辑器 还有一个是Astra主题 这两个产品都是基于Wordpress的 他们的目的是可以做一个网站 特别是外贸网站 Elementor编辑器和Astra主题 他们都有免费版 而且用户非常多 这次购买的是付费版 付费版可以拥有更多的功能 估计会有很多同学要问 这个主题和编辑器 和我之前介绍过的Avata主题 BeSim主题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都是Wordpress主题 都可以做企业网站 外贸网站 我先说一下简单的区别 以Avata和BeSim主题为例 这两个主题我以前也做过教程 主题价格是60美元 这60美元是终身制的 永久都可以用 但只适用于一个网站 花60美元买个主题 它里面都带一个编辑器 都是主题开发者开发的 比如Avata主题 它带的是Fusion Builder BeSim主题也带了一个编辑器 RTSim主题也有编辑器 NewsPaper主题也有编辑器 它们是一类的主题 价格都是60美元 这种主题没有免费版 这种主题做网站的方式 相对比较简单 主要是在编辑器里修改网站 还有一个主题选项 主要是这两个地方修改 使用起来相对简单 缺点是它只能在 主题开发者规定的范围内修改 如果主题开发者 没有开发这项功能 你又想要的话 那是不能实现的 除非修改代码定制开发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这个Element编辑器和Astra主题 就不一样了 这两个产品都有免费版 即便使用免费版 仍然可以做出一个网站 Wordpress是免费的 这两个主题也是免费的 还有几个简单的弹幕演示站 也就是模板站 也是免费的 也就是不用花钱 都可以做出一个相对简单的网站 但是可以用 我做一个在线学习网站的教程 那个网站用的就是免费的Wordpress 免费的Elementor 免费的Astra 和免费的Demo演示站 想了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个LMS课程 购买Elementor付费版 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扩展 更多的可操作性 Astra主题也是一样 它免费版可供修改的范围非常少 使用付费版可以开启更多的可调节选项 简单的说 使用Elementor编辑器和Astra主题的付费版 可以让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有更多的可施展空间 有更多的可自定义选项 可修改的范围更广 但是我感觉修改起来有点复杂 使用Avada BESIM这种主题做网站 和使用Elementor编辑器和Astra主题做网站 这两种方式都不错 都有很多用户 具体怎么选择 看我们实际需要 这个视频先和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下次见